《陈吟雀》 甚至她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 当年清华上下都叫她陈吟雀先生 然而在不少字典里没有雀这样的读音 有人请教她 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吟雀 你却不予纠正 陈先生笑着反问道 有这个必要吗 她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她的学问及其价值 她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 她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幸中 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925年 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 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 研究院的宗旨 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库 培养以住宿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 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 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 这本身就是吸血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 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 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 住宿等身的梁启超 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润 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 四大导师中 陈英雀最晚到校 而且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英雀出任研究院的导师 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密推荐 他因为了解陈英雀的博学而推崇被制 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 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英雀 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 陈英雀一无大不头的著作 二无博士学位 校长说国学研究院的导师 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 那意思就是说清华聘教授 国学研究院的教授 怎么能连个著作都没有 连个学弦都没有呢 就梁先生说 没有学弦没有著作 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 他说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 但是我的做到加到一起呢 也没有成像三百字有价值 后来梁启超还说 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 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 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 无从考证 但事实是 远在德国游学的陈英雀 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评书时 刚刚年满三十六岁 一年后 陈英雀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 他很幽默 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 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 王国为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 于是陈英雀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幅对联 南海圣人 再传弟子 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但诗声问惊叹的 是陈英雀的博学 他在课堂上讲述的学问贯通中西 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 竟把不到久原产何地 流传何处的脉络 给学生讲述的一清二楚 他上课时 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 后来 有人称他为活字典 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先生大学者 名气那比陈先生要响亮得多 冯先生老子在陈先生面前 毕恭毕敬的 陈先生就给他讲 他真的一方面点头 一方面什么 好像还有很多的体会 当时那学生就感觉到 说凭着冯先生那样一个 堂堂的文学院长 那在陈先生面前呢 那都是好像以这个学生自居吧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 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 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 本土派认为呢 你洋派呢不懂国情 是吧 你的学问再高 你是隔学骚痒 你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那个刘洋派呢 就觉得这个本土派啊 太迂腐 眼光太霞 不掌握现代的这个工具 现代化的工具 所以两派又互相瞧不起 但不管你属于哪一派 谁都不敢瞧不起陈阴雀 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然而 这个传奇的主人公 究竟有怎样的学养和报复呢 早年的湖南 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 在洋务运动中突然开风气之先 兴学 板报 开矿 建工厂 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 陈宝珍 陈宝珍有个助手 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丽 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 被朝廷割职 永不续用 因为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陈寅确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 这一年 他九岁 家国大难之后 陈宝珍携家带口回到了江西老家 陈三丽索性专注 与诗歌创作 平澜一片风云气 来做神舟绣守人 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 走向了与传统世幻截然不同的结局 父亲陈三丽 不要孩子硬科考求功名 在陈寅确十三岁时 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 自小博文强计 打下坚实就学基础的陈寅确 因此并行不备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确因病从日本回国 考入复旦工学 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 相当于现在的高中 陈寅确成绩优秀 掌握了德语法语 两年后的一九零九年 陈寅确毕业 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 他带着复旦工学的文凭 只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 父亲陈三丽赶到上海 送别陈寅确 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 寄托在儿子身上 陈寅确一辈子以家族为荣 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 也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 陈寅确辗转游学十三年 从德国到瑞士 后又去法国 美国 最后再回到德国 他学物理 数学 也读资本论 十三年里 他总共学习了梵文 印第文 西波来文等二十二种语言 陈寅确他在德国的资料很少 为什么资料很少 因为他都没要学分 人家上课他跑去听 听来做笔记 他自己注册印度学系 他就在那读书啊 没事去听课啊 在家里他就是 完全是一个文人求学 有点像游学一样的 中学传统的游学 陈寅确说考博士并不难 但两三年内 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 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 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确 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十三年的游学 陈寅确在浩瀚的西方学术中 发现了什么 他在自己的发现中 又确定了怎样的专攻方向呢 他一心向西学 但没想到的是 他从西方带回来的 竟是东方学 陈寅确他们这些人 五四以后 到西方去留学 他们感受到一种是什么呢 感受到一种中国文化 在国际地位很大提高 跟现实当中综合的地位 完全相反 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 打到孔家店 完全不一样的反差 陈寅确后来明确主张 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术 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就是从这样一种感受 作为基础出发的 这里面涉及了一个非常复杂的 学术世界主义 和学术民族主义的一个纠葛问题 所谓说学术世界主义 就是说陈寅确提出来说要预留 你一定要介入世界学术的大潮流 否则的话 你没有办法跟人对话 人家也 你自己解释自己是不可能的 你必须通过镜子才能了解自己 就是这样一个陈寅确 在1926年走进了清华园 成为四大导师之一 每逢上课 陈寅确总是抱着很多书 吃力地走进教室 他讲授佛经文学 禅宗文学的时候 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 而讲其他的课程 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 他的讲课旁征博引 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 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 但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 都一定是后来的大家 陈寅确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 也接受了严格的吸血训练 但他从不满足 仅凡文一项 他就先后学了十年 因为在当时国内呢 很少有人向他具备那么好的条件 当时的校方 包括他的同事 梁启超 王国伟 对他是非常支持的 正是在这样的支持下 陈寅确为中国学术 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中国当时的学术整个在转轨 他在逐渐使中国学术 走向国际学界的这么一个转轨的时候 他回来了 所以当时清华是非常非常有条件 把这个中国的学术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领域 1932年 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 陈寅确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 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 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 最奇怪的是 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 而对子的上连又仅有三个字 孙行者 陈寅确拟定的标准答案是 网引之 祖冲之 一个名叫周祖摩的考生 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连是 胡适之 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 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 出乎陈寅确的预料 但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 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 当时很多人难以理解 也有人误以为 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 向新文化挑战 其实陈寅确自有他的一番深意 很多的学者都不清楚 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 那么他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语文 当然主要就是文言文 它的真正的特色 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 这个区分在什么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 陈寅确至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 文言的不足是与中国人的口语差别太大 贫弱的中国 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 把语言的改造作为民族进步的先决条件 但陈寅确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 他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 但就是在这个时候 陈寅确确把目光 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 也就是学术界通常称的中古史 这是陈寅确学术的第一次转向 这当然是因为有很多很多因素 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 当然跟抗战有关 跟当时的国家危难有关 卢谷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 日军逼近清华原车站 北平即将不保 父亲陈三丽 这时已85岁了 这位在上海12819路军抗战时 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 开始绝食 我祖父病重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 陈寅确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腾堂椅上 表情严肃 一言不发 这使得她由于高度近视 又用眼过度 右眼已经看不清东西了 他右眼视网膜就剥离了 剥离了需要做手术 但这个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的修养 所以他选择了不做手术 让他瞎 为了离开轮圈区 就说他已经放弃了自己 浮明的希望 在为父亲守校49天以后 右眼失明的陈寅确 带着全家 离开了已经沦陷的北平 踏上了流亡路 在离开北平之前 陈寅确把他的藏书 寄往江耀区的长沙 但赶到长沙 还没等到这些藏书 便要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 后来书被运到了长沙 竟悉数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 陈寅确做学问的方式 不是做卡片 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 也就是古人的梅批 梅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 见解和隐证 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 但书烧毁了 而他随身带的常用备用的书 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 竟也大部分被盗走了 他以后的学术研究 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 研究者说 文化之不幸又如是鱼 家王国破此身流 客观春寒却似秋 陈寅确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 转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他从未经南美朝一直到隋唐 他基本上把这书都看过 然后他回过头来 你看他好像是一段一段的史料 然后一个银缺案 但是这史料一排 他实际上是 我觉得是以论代史 他绝对不是一个考据家 跟早年做的那种语文学 到历史学的精细的对证 完全不一样 他在中古研究里面 他注意到的若干解释 中古中国的架构 和因素 至今是我们绕不过去的 你比如说对宗教 对文化种族的关心 对于家族的关心 这是我们现在做很多家族史 做社会史的人 仍然在做的东西 一个大的了不起的学者 他并不是说 在具体的研究里面 给你奉献什么 非常具体的结果 而是说 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这是两本藏之名山 传之后世的著作 陈寅却写书的种种细节 至今仍被后世记忆着 邓广明先生 在四川礼庄的时候 住在他楼底下 傅思念让他住在他楼下 说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 一跺地板 你就马上跑上去 他说他每次跑上去 陈先生都在那睡觉 就躺在床上伸心 说我快死了 我这身体不行 我坚持不住了 但是他说 我不写完这两稿 我不死 在国际汉学界 具有广泛影响的 剑桥中国史 在提到陈寅却史 给予了一乎寻常的褒奖 解释这一时期 政治和制度史的 第二个大贡献 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 陈寅却做出的 他提出的关于 唐代政治和制度的 一个观点 远比以往发表的 任何观点扎实 严谨和令人信服 牛津大学1939年 曾正式聘请陈寅却 担任该校的汉学教授 并于此后数年 一直虚席以待 因为他们认为 陈先生是当时 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当时到中国 拜访过陈寅却的 西方学者认为 他不但是一个专家学者 也是一个天生的导师 但就是这样一位 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一个天生的导师 此时却身处战火之中 无法远渡重洋 前往英国就职 而他在国内的工作条件 则惊人地恶劣 他工作的时候 是非常苦的 汉流加倍 在一个茅草房子里 我们那是茅草房 不是说假的茅草房 那是真的茅草房 风雨一来 把那个房子都刮塌掉的 是这种样子的房子 他在这种房子里头 也没桌子 就在箱子那里工作 就是一个箱子 拿个小袋写文章 他只能在休息的间隙 感受到一种 远离战乱的欢愉 他写完他需要休息 就带我出去散步 散步就聊天 我那时候很小 穿个木头鞋 在山上跑 就是木板鞋 在山上跑 满山的硬山红 放羊 为什么放羊呢 因为实在是没有营养 买一只母羊 生了小羊 可以给它挤一点奶 我放羊 然后他下课了 那时候他还能看得见 也带着我出去散步 在路上 我也都还记得 他还问我 你羊喜欢吃什么呀 我告诉他 羊是喜欢吃什么 羊的脾气是怎么样的 这些他都挺开心的 一只邻居的狗 在我们前头引路 他说为什么狗 要在那里撒尿做记号 等等 这些小时候的事情 都还历历在目 当他辗转来到 成都燕京大学的时候 由于长期用高度进食的 左眼工作 势力急速下降 到学期期末考试评卷时 他已经难以把学生的成绩 及时无误地填入 兰格细小的成绩单里了 为避免出错 他只能极其无奈地 让大女儿 带他把批好的分数 抄到表格上 1944年12月12日 陈寅雀唐代三稿的最后一种 原白式监证稿 基本完成了 但就在这天早上 陈寅雀起床后痛哭地发现 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 他只得叫女儿去通知学生 今天不能上课了 他在成都的医院 做了眼科手术 但手术没有成功 半年后 二战结束 依然记得他的牛津大学 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 然而 数月奔波 他的双目 还是没能看见光明 远在美国的胡适 是把西方医生的最后诊断结果 写信告知陈寅雀的人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我写此信 很绝悲哀 他联想到三十多年前 看过的一部名剧 灭了的光 不声感叹 在抗日战争如此严酷的境遇里 陈寅雀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 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 这是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 他是在大灾难面前 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 国可以亡 史不可断 只要还有人在书写他的历史 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抗日战争结束后 双目失明的陈寅雀 游人搀扶着重新回到清华园 这时的陈寅雀 57岁 他失去了学者智学读书第一需要的眼睛 他将如何度过后半生的学术生涯 他的学术之光会因此熄灭吗 抗战胜利了 他却永远地生活在黑暗中 陈寅雀是在那场民族的大灾难中 因不甘做亡国奴而流亡 饱受了离乱之苦 1949年 新中国成立 陈寅雀六十岁 他的眼睛失明已整整五年了 在古希腊 盲人河马写了河马史诗 在2500年前的中国 盲人左秋名留下了左传和国语 同样双母失明的陈寅雀 晚年将要写下的上百万字的著书 同样是百年中国诞生的史诗 他住在这所不为人注目的小楼里 已经一年了 一年前的1948年 国民党准备退居台湾 动员了很多学者离开大陆 陈寅雀因对腐败的国民党极度失望 没有去台湾 世道动荡围艰之际 岭南大学的校长教育家陈旭精 邀请他到广州任教 因为他仰慕陈寅雀很久了 也因为他一直想把岭南大学 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 扮成一流的高等学府 陈寅雀就这样 在南国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岭南大学在珠江边上 陈寅雀当年就是从这个码头上岸的 当他到达的时候 校长陈旭精 率文学院的师生和许多著名教授 迎接了陈寅雀和他的一家 居所外 南国校园很美 一年四季数目长青 但是陈寅雀看不见 陈寅雀在黑暗中已生活了五年 很多人回忆 他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 讲到深处 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 但他眼睛瞎了之后 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 他永远睁大着眼睛 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 他晚年的照片 目光如炬 陈寅雀是倔强的 眼睛瞎了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毁灭 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让人读到他内心的痛楚 据家人回忆 在最初的日子里 他变得非常暴躁 但很快 他便归于宁静 当年 眼睛看不见的陈寅雀 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 校长梅一齐 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 陈寅雀回答 我是教书将 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将呢 我每个月薪水不少 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学生们回忆 陈先生说这话时 脸上虽是笑着 但让他们感受到的神情 却是严肃而且坚决 但是一个瞎子被评为教授 为大学生授课 在世界上实在是绝无仅有 清华为陈寅雀配了三个助手 来协助他的教学和研究 这三个助手 都是他当年的学生 其中汪坚是他最喜欢的一个 我父亲喜欢的人 是有一个标准的 一定要数学好 汪坚先生的数学特别好 我父亲是非常注重数学的 你们可能不会知道 他对我的要求 也是数学要考一百分 思维逻辑要清楚 所以他们就可以无患不胎 他对助手说 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 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 事实上 如同自然科学一样 陈寅雀的研究 往往是一个精确推导的过程 而他的渊源 可以追溯到陈寅雀在游学年代 所接受的追求精确性 和彻底性的德国学术传统 中山大学陈寅雀故居前 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 这是陈寅雀到岭南后 当时的中共西南局最高首长 陶柱亲自嘱咐为他修建的 以方便陈寅雀在工作之余散步 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 著名的陈寅雀小道 陈寅雀失明后 上课的方式也是独特的 为了方便他 课堂被搬到了他的家里 陈寅雀的家阳台很大 于是就挂上了一块黑板 黑板下放着一张藤椅 这是陈寅雀专用的教义 围绕藤椅又摆了几把椅子 学生们就围坐在他的周围听课 常来这个特别的课堂听课的 还有许多教授 陈寅雀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 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 后来成为陈寅雀助手的胡守闻 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 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 当他来到陈宅时 陈寅雀正在工作 老师在他来后挪步到楼上 下楼时竟正宗地换了一身装束 长袍 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教育很深 就是作为一个为人师表 陈寅雀却讲到关键处 助手却在黑板上抄写史料 帮助学生理解 有时候他摸索着亲自写黑板 因为看不见 他写下的字往往重叠在一起 因为他看不见写虫了 有时候他因为不用写的 而且助手来写 他就觉得不要写 就是你写黑板有声音 影响他讲课 所以我说他那个讲课非常投入 连这些东西他都是很讲究 今天中山大学陈寅雀故居 已经不复当年的模样 但就是在这个寂静的空间里 陈寅雀构建了一个纯粹 而又明亮的学术世界 他曾游学海外十三年 带回了东方学 当国难来临的时候 他开始了第一次学术转向 并登上了中国中古史研究的高峰 再到广州五年后 因为生病 他竟开始了第二次学术转向 1953年 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书 给自己的老师寄来了长篇谈词 再生源 陈寅雀却听了受到震动 他认为这种就是中国式的史诗 以前大家以为中国是没有史诗的 他说再生源那种就是史诗 再生源的作者是陈端士 这个清代的杭州才女 用谈词的形式 讲述了一个十分离奇曲折的故事 一个封建时代的女性 女扮男装考科举连种三元 竟坐到了宰相的位置上 这个故事被改变成戏剧 就是对当时的学说以及思想方面的一种感慨 陈寅雀却沉浸浸浸浸浸浸浸于新的学术领域 这时他得知一个消息 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 在北京的许多好友都希望陈寅雀接任这个职务 却被他拒绝了 这一年 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 也就是当年他最喜欢的汪坚 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广州来看望他 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 他们开始谈得很好 但马上就谈崩了 事后清华有人批评汪坚 不能用教育开导的口吻与老师谈话 事实上陈寅雀确实是受不了了 他感受到这个顺应时代的昔日门声 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智学为人之道 他怒斥道 你不是我的学生 他是很生气 是不从我说就不是我的学生 这个说不是说我的文章里头的观点 应该是说我思想所追求的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理解 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 还是由陈寅雀口述汪坚做记录 为历史留下了今天的 读书人都略知一二的 对科学院的答复 这答复的第一句话是 我的思想 我的主张 完全鉴于我所写的 王国伟纪念碑的碑文中 我们去看过那个碑 他叫我们去看那个碑 他自己却不能去了 他的一些思想 反正总的来说 他就是一直坚持在他 他没有改变他所坚持的东西 一直到去世 为纪念清华研究院导师 王国伟而修建的那座纪念碑 今天依然矗立在清华园中 陈寅雀在碑文中 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读书智学 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智库 真理才能得以发扬 陈寅雀认为 包括他和王国伟在内的任何人 在学术上都会有错 可以商量和争论 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 自由的意志 就不能发扬真理 就不能研究学术 在这个意义上 他说 我要请的人 要带的徒弟 都要有自由思想 独立精神 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事实上 丰富而深邃的中国历史 在那时 已然变成了农民起义史 阶级斗争史 而当时所谓的知识分子改造 也不乏粗糙 当许多知名的学者撰文 表示与救我决裂的时候 陈寅雀确确坚持 以自己的学术安身立命 他最终没有北上 我是觉得 我们如果不理解 陈寅雀先生在学术史上 到底有什么贡献 我们不大会理解 他的这些东西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影响 陈寅雀是中国最早接触 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 1911年 他就通读了资本论的原文 他接触马克思主义 比后来很多的知识分子 早整整十年 但他主张 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 再研究学术 陈寅雀这样的观点 无疑是惊世骇俗的 其实 他主张的就是 实事求是 他将此 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 在工作的间隙 居所前的陈寅雀小道上 常常出现两个身影 陪伴陈寅雀散步的 是夫人唐云 在我们眼睛里头 我母亲真是非常伟大 而我父亲天天就要 跟我们说的 一直他说的这个 就是说 我们家里头 你可以不尊重我 但是不能不尊重我母亲 他说母亲是我们家里 他的主心骨 没有我母亲 我们家里 就没有我们这个家 唐云和陈寅雀一样出身名门 自1928年和陈寅雀结为连礼后 风雨同舟 成为陈寅雀生命中的第一之计 陈寅雀每完成一部著作 都请自己的妻子提写封面 《论再生缘》完成了 《封面》依然是唐云提写的 但当时无法正式出版 陈寅雀只能请人用腊板刻印 分送友人 文章我字干沦落 不觅封喉但觅诗 全书结尾处 陈寅雀用自己的两首诗 隐喻心惊和志趣 在陈寅雀的晚年 像他这样学问和思想 都很高的人越来越少 听他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 他所看中的学生也不跟他了 到了1958年 他竟成了学术界 拔白旗的对象 陈寅雀不再教课 有人劝他复课 他说 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 不是我不教的 他专利著述 而事实上 那时候陈寅雀的学问 已经不为主流学术所推崇 但是 陈寅雀仍然浸润在 他所构筑的那个 纯粹的学术世界中 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 他还固执地坚持 用繁体字 数牌出版自己的著作 他仍强调文则自负 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 陈寅雀有一部中古史论文集 金明馆从稿出编 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个词 被他言辞拒绝 为此 这本书竟没能在当时出版 就在这段艰难的柱树岁月里 来了一位女性 自愿给陈寅雀当助教 她叫黄轩 黄轩每天准时来到陈寅雀的住处 为看不见的陈寅雀查找书籍 朗读材料 腾禄书稿 十四年始终如一 直到文革开始 他被赶走了 晚年陈寅雀的著作 都是由黄轩一字一句记录完成的 他见证了这位大师 在学术之路上 举举读行的每一个细节 也是口述他记 或者周伯母念他听 他今天叙述了一大段 然后他觉得可能要改有些地方 他就一直晚上都不敢睡 就记住这个地方 明天早上告诉他哪个地方 要重新改一改词句 或者是什么 就这样过了七年 1961年8月30日 是个阴天 陈寅雀一直在家中等一个人 这个人 就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同学 早先清华研究院的主任 吴密 吴密走进陈寅雀寓所的时候 已经过了午夜 而陈寅雀仍然端坐着 等待着 吴密在当天的日记中 这样描述他阔别十二年的挚友 银雀胸双目全不能见雾 在室内摸索 以仗缓布 面容如稀 发白甚少 为前秃顶 眉目成八字形 陈寅雀却把自己的著作 论再生缘 由印本 作为礼物送给吴密 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 宏伟著作的大纲 这就是后来的那部大书 《柳如世别传》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 柳如世 不过是明末清初的一个烟花女子 但陈寅雀的研究发现 柳如世其实是一位有主见的才女 在那样一个大变动的年代 从事着地下的反清复明运动 陈寅雀很感慨 他又送红装 为这个被世代夫轻蔑的奇女子 柳如世力传 一个以门卖笑的弱女子 在明清一代之际 竟比无耻男儿更看重家国大 陈寅雀以此表彰 我们民族独立之思想 自由之精神 他完全通过一个人物 来把明末清初这段的波兰状的历史 给他带出来 百科全书式的这么一个视野 给展现出来了 这部百科全书 惶惶85万言 陈寅雀为此用去了 整整十年的时间 书写得很艰难 柳如世的遭忌 出动了陈寅雀 对经历了洋墓运动 戊户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 和自己绅士的感怀 柳如世别传 有点让我想起 当时曹雪芹写《红楼梦》 写到当时高厄的叙述的最后那一回 就像有一个叫曹雪芹的人 在那里面写《红楼梦》 最后是非常多的感慨 满指荒唐言 一把心酸泪 兜云作者刺谁解其中味 那其实就是说 他在写《柳如世别传》的时候 有很多家国绅士的感慨 被放在里面 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 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臂 全书忽装忽谐 一文一史 极其丰富的史料 经过精密的排比和考据 与自由穿插期间的 陈云雀天才般的感悟荣为一体 书中浓缩了陈云雀一生的学养和志趣 《柳如世别传》 我觉得有一点点像 陈云雀先生在晚年 眼睛瞎了以后 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智力考教 因为像我在 不能够直接地去阅读 史料的情况下 我怎么能够通过我的记忆 通过助手黄轩的帮助 去构思出一个东西来 而且是非常严密地去 叙述出那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 我觉得陈云雀先生 其实是用这种智力较量 来安慰他晚年那种 非常寂寞的心情 《柳如世别传》完成于1964年 这年陈云雀75岁 生日前期 陈云雀见到了 专程从上海赶来 给老师祝寿的 复旦大学教授蒋天舒 尽管这对师生在1949年以后 只见过两次面 但多年来 他们通信不断 陈云雀先生在写流 入世别传的时候 大概很多材料是 蒋先生在上海找到来以后 然后再寄给陈先生的 那么找这个资料 并不是在图书馆里面 去找一下就可以 就是蒋先生他事先 必须那个认证地查阅资料 查阅了以后 然后觉得有用的再寄过去 当许多昔日的学生 纷纷远离之后 这位出身清华的老男生的造访 对年迈的陈云雀 是巨大的慰藉 他郑重地做出了一个生命之托 请蒋天舒将来为他编一套文集 他把自己晚年最隐秘的心迹 写进了这篇 送给蒋天舒的文章中 这种临别赠序 是中国文化中古老的传统 十八年后 陈寅却文集问世 这是蒋天舒在自己八十岁的时候 完成的恩师的嘱托 这个情况我是知道的 因为当时蒋先生自己的著作 他也需要整理 但是他把自己的著作放下来 首先是整理陈先生的书 陈寅却最后的七年 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 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 1966年 已无法下床的陈寅却 没有能逃过一场旷世的劫难 文革爆发了 当时要把我父亲抬出去批斗 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造反派粗暴地殴打了刘杰 还问他有何感受 刘杰说 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 我感到很光荣 这样的师生之遗 朋友知道 当如学术的承传 责备后事 1969年10月7日 陈寅却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 迷流之际 他一言不发 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陈寅却没有遗嘱 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 却垂泛着后世的中国 他留下的著作 以繁体字数排出版 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 这些文字 唠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 留赠来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